各位網友、讀者、各位親友 我繼續講和香港關係最密切的 一個中國名作家徐虛先生 徐虛先生他在中西文化交流之中 他發覺他的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在哪裡 大致來說他是中華文化傳承和保護者 是一個民族主義者 我們從很多他涉及到外國文化 他有講到的 他在28歲的時候寫了《西樓集》 我已經講過了 所謂西方的潮流的意思 這種對於人生哲學 他所體會的外國和中國文化之中的異同 即是差異和相同的有哪些 那他是很為中華文化自豪 因此我說他是一個中國或者中華文化的傳承者和保護者 這個是一個定評 他曾經透露過 他說人生的哲理 他就曾經引述過孔子在千上 他看到江泉 江泉 流水 江河 這種川流不適 在千上 他這樣說 曬者如師傅 不分 不捨 周也 他在眼前的千上 看到滾滾的河流 那個浮起千流不適 那種永恆 和人生百年呢 這種短暫呢 就是一種大自然界的永恆 和人生的無常呢 是有必歸於老和死 這個呢 分別就很低了 對自然的空懷呢 對自己的本分呢 他多一層很深切的理解 所以呢 他說 我們對於了解你的大自然的空懷呢 就對我們自己的生死呢 就不會說過分的害怕 因為我們呢 不管任何的生物呢 是來自大自然界的嘛 你這個過程一定是這樣的 有什麼可以怕呢 是吧 所以這個呢 就是這個 一個擴達的人生夢 他在西樓集 他說 世界有很多很多的作家 其實呢 是 是 未必是有宗教這種的意義在裡的 很多呢 是沒有宗教的意識 即使他表面上說有宗教的意識 但是他內心上呢 在他的作品上呢 是沒有宗教的意識的 那麼他說呢 沒有宗教信仰的詩人和哲人呢 在詩文中呢 時時呢 是透露出 透露出什麼呢 透露出大自然呢 和大自然的接觸呢 就透露了人的生死是無償那種的參悟啊 比如這個 西斯比亞 比亞 古德 古德 德國的著名的作家 這個 李伯拉杜甫 中國的作家 慈齋 齋 茅 茅斯 等等 在他的作品之裡 之裡面的內涵 和孔子在千上 就是在河流之上 眼前所見的 是滾滾 這個流水不息的時候呢 那個感受呢 是大致是上下的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不同的 大致是相彷彿 那麼可以 在意義上呢 你可以 參透這個 這個人呢 那個 所 在生前 所產生的無償呢 如果突然間到來呢 我們呢 有什麼可怕呢 所以呢 平時呢 要多些和大自然接觸 你就知道呢 所有的 生物 的生命呢 在這個大自然界 大自然界裡面呢 不過是一剎那 和大自然界這種永恆呢 是 是 沒有得比舊的 所以 你對於這個 第二自然界呢 凡是有生命的生物 都是一樣的 它必然有老死的 如果這樣的話 你參悟了這種無償 這種的 到來呢 如果是你才覺悟人生 是暫短的呢 所以呢 變成了 你過去對自己 回顧一下 你那個貪求啊 你那個妒忌啊 你那個執著啊 爭執啊 你那個論識啊 你那個論識啊 你真的覺得可笑 和可憐喔 是不是啊 所以這個呢 唉 我們人生啊 到你突然間覺悟到 對於無償生死 你過去沒有 因為和自然界的接觸呢 你才不知道而已 然後一個無知而已 到你突然間 喔 到某個年紀的時候呢 你覺得 咦 人會老的喔 人老之後呢 會病的喔 病會死的喔 這個過程啊 你走不掉的 那你對於過去 回顧一下自己 是一路在貪求 一路論識 一路妒忌 一路執著 這些是不是 毫無意義的 那所以在你 一參悟到無償的之後 這個到來的時候呢 你這個覺悟的時候呢 你就會轉變了 就覺得你自己過去 這種的 是真的可憐 是否可笑的 所以這些呢 是這個 不僅是中國的作家 所有的作家 都舉出 Sixby 哥德 霍爾斯蒂 其他其他 很多很多 在他的作品裡面呢 都透露一種 人生是無常的 而大自然呢 是永恆的 所以和孔子呢 所謂眼前的村上 在川河 川河 江河裡面呢 千流不息 大自然呢 這種的空懷呢 和我們人生呢 百年呢 那種短暫呢 是不好相比的 我們突然間呢 到了來的時候呢 又不必怕啦 所以呢 我們平時呢 應該多些 大自然界接觸 他說 他時時都說 這個 也都說 他說我們沒有見過 中國人呢 那些是靜修的人呢 在寺院自殺的喔 真的沒有的喔 你從來有沒有見過 這個寺院 在那裏呢 避靜的人 在這個 自殺呢 沒有的喔 真的沒有的喔 有自殺呢 可能呢 你就是 在那些 旅館啊 情侶之間啊 的 歡樂一宵 大家去自殺 這些多得可 因為你沒有接觸過大自然 如果你接觸了自願 你在大自然裡面呢 你自自然而 這個情感上的波動呢 你根本就沒有的 你就變成很安詳的 看透了生死 病老 生死 在人生的過程裡面 和大自然呢 是沒有得比較的 這樣的話呢 你對 回顧一下自己的人生 過去那種貪欲 論識 爭執 這個妒忌 這種的東西呢 在百年之中呢 這種無常來的 是一種無常來的 何必呢 是吧 你既然這樣 百年之後都過去了 那何必貪 這個貪求呢 追求呢 是吧 所以人生啊 那個名利呢 在這個名殺 在這個自願 在深山 修煉這些人呢 沒有自殺的 真真正正正是這樣 我們初初的時候呢 除去講這些 我們都不知道 知道的時候呢 的確確確 是如此的 所以呢 人生呢 能夠看透了 無常一點的話呢 是對我們很有比憶的 那我 我覺得呢 我自己呢 在我1962年 來到加拿大 我十年回到香港的時候呢 我當時呢 已經知道呢 徐虛先生呢 他是這個 中國國際不會 香港分會的會員 他曾經呢 代表香港不會呢 是出席過這個國際不會的 其實呢 我在1972年回去 十年之後 裏加拿大 讀完書回去之後呢 我呢 是經過 張錦平啊 陳之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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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家華等等的推薦呢 我就 入了香港的不會 我曾經代表香港不會 參加了國際不會三次 一次在漢城 一次在多倫多 一次在曼州 在中國 國際不會 香港分會 都有我的記錄在這裡 所以呢 我和徐虛先生呢 是先後的同盟 他在1980年的時候 才過去 我那時候呢 有很多時候呢 回到香港 但是就是 圓坑一面 大家看吧 這個就是 是覺得呢 是一生的遺憾 如果我能夠呢 是對這個老人家 當時呢 又請益一下呢 我相信呢 我對徐虛先生這個 感覺呢 更會深刻 對他的那個養毛 更會 這個 崇敬 那真是失之交臂 這個是我人生的 一個遺憾 來的 所以我今天呢 是追念他呢 也都有一種 感覺到呢 是當時呢 這個呢 人生呢 一個呢 當時還是年紀輕 但是不知道人生 那個無常 那麼短暫 徐虛先生一下過了 我就變了粗手不甲 即使呢 有機會見到他呢 都在生前之中呢 都是圓坑一面 不能不呢 是講生命中 一件遺憾的事 我今天講他呢 是 是 有這樣的減速就是了 多謝各位